部落人口老化夏天耕作都有些困难 为了要让他们的生活能够自给自足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企业志工队 和台湾世界展望会合作 将院方的鱼菜共生系统 捐赠给台中和平区的桃山部落 希望透过抛砖引玉 带领部落学习这项环保耕作的理念和做法 让这里的长者能够生活更轻松 拉开布幕台中和平区桃山部落 鱼菜共生示范区正式启用 由部落长老带头 替这一套鱼菜共生系统来祈福 也感谢中国医药大学企业志工队 与世界展望会的捐赠 开启了部落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契机 一二三 鱼菜共生系统 我们从今天开始到以后 我们可以用这种的方式来去教我们做的肥料 种菜的肥料还有农果树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农人农业方的很大的帮忙 很大的帮助 一般的传统的话是要拿锄头要翻土 对老人家来讲它是真的是负担比较重 但是经过鱼菜共生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其实是要用电力来取代人力 然后他们其实只要来准时看一看 来为一位 其实在上面种一些小菜 其实都已经都够了 台风的时候 那个菜就 菜价昂贵 它是补助的有限 所以他们就变成很需要一些跟一些社会资源来连接 有鉴于部落人口老化 老人下田的工作有困难 中国药大学企业职工队与世界长报会合作 将企业职工队推行多年的鱼菜共生系统搬进了部落来 希望通过这样的绿色循环机制 也带给部落一个新的契机 让部落长辈种菜种菊也能变得更轻松 运用鱼的排泄物 然后成为植物的养分 接着是借由系统自动的运作 然后省去了日常的浇灌 然后也可以让植物得到水养分 在桃山部落满满的阳光 然后滋养着这些植物 让它能够成为很好的一个食材 持续的关心偏向 把我们的力量带到我们的偏乡来 让他们有经济自主的能力 照顾他们的居民 这区他们能够共融 能够享有这个技术之外 也希望未来如果鱼菜共生有好的蔬菜 然后鱼长大之后 是不是也能够关心这个部落里面 比较特殊的老人 自己古古无异的老人 这天除了捐赠设备外 也教导部落族人管理与卫护设备 中国要大学企业制工队表示 这只是一个抛转引玉 未来部落有更多的需要 会再将资源导入 让部落老人生活获得改善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 5分钟 5分钟 1公企举